哈喽兄弟们好 我是刀圈的小学生 振远 今天给兄弟们介绍一个实用的东西 这是日本关肩长的 一个小切出 切出是啥东西 就是架接刀 说白了是架接刀或者是柴皮刀 它这个特点是 一个单边开刃 这个打磨是单边的 所以它的刃角特别低 特别锋利 非常锋利 随便拿一个都是这个锋利度 这是它的结构决定的 比如说这个专门做战术的爱莫生 也是用了单边开刃 因为它的刃角低了 所以它的锋利度非常高 这个它的实用用途就是 柴皮或者是那个架接 咱们平时来用的话 就是一个拆块地的小刀 然后按头的一个小刀 也不是很凶狠 然后就也挺好看的吧 古香古色的 然后一个小木窍 小木窍 这是日本产的 然后这手柄也是一个小木柄 反正这挺有味道的 我觉得拿这个拆块地 要比别的东西拆块地 更好玩一些吧 就是它的整盒的一个包装 因为它是一盒是十个入的 所以单独的话就没有包装 就是一个塑料袋 买日本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这样 没有什么太华丽的包装 本来它们资源就比较紧缺 OK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然后大家喜欢看什么视频 想看什么内容的话 欢迎跟我这个互动 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都可以 谢谢大家 然后大家想看什么视频 我会多多录一些你们喜欢的 咱们个人 嘞 温人 约 走吧 vers 二 第二 感谢观看